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6号确定美国国会将对加兰展开弹劾刑事调查 弹劾刑事调查 就是他为弹劾加兰做铺垫做准备 弹劾调查的原因就是美国国税局的拘报人 美国国税局的拘报人叫沙利文 沙文利 沙利文 他在美国国税局干了14年 那他自己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然后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对他讲出了说这个人喜欢做笔记 这个人都给记下来了 14年的涵盖时间的 包括与亨特拜登相关的 从2018年是2015年 整个相关的故事 所以他基础是在这位举报人的信息的基础上 那中间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那份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最要命的就是那份叫Warchart 叫什么Warchart 当时亨特拜登 发信给亨特赵 叶简明的旁边的人 说我现在跟我爹在一块 我现在跟你说 你得把钱给我 你必须兑现你的承诺 如果你不对向你的承诺 我将使用我最凶狠的 最邪恶的手段 而我身边的人就是他爹 将使用他所有的能力对付你 这条信息出去大概不到十天 那拜登夫妇拿到了510万 叶简明的510万 整个这个故事呢 是包括川普昨天 前天 前天在华盛顿DC的节目中 演讲中也明确用过 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 问题在哪 就是亨特拜登已经被 亨特拜登已经被 就是两项轻罪 一项持枪 还一项免罪 所以已经围绕他的故事呢 魏斯呢 做了5年调查的结果 就是替亨特拜登免罪 当美国的舆论完全封起来之后 那魏斯申辩了 说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控制不了局面 那控制不了局面的意思就是 在2023年 2022到2023 他曾经三次 在不同的地方想开庭 包括华盛顿DC跟LA 结果都被美国司法部给否定 能够否定美国 能够否定特拉华州的检察官的人 只能是司法部 那另外一个呢 是跟异地的联邦检察官有关 他要在华盛顿DC审亨特拜登的话 那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检察官 他要在加州去审的话 那加州的联邦检察官 是有权否认他的 而这些检察官都受控于美国司法部 所以他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都被阻止 就是他不能够无法起诉亨特拜登 那另外一个消息呢 另外一个就是他两次希望得到特别检察官的身份 一次是2020年的12月份 当时向巴尔申请 巴尔拒绝他 巴尔说这个案子不用你特别检察官的身份 特别检察官的身份就可以 就是特权 他什么都可以干 一个人说了算 他不需要征求任何其他检察官的意见 乃至司法部的意见 包括司法部部长的意见 后来他去向这个加兰申请 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身份 同样被DQ掉 被取消 所以他就没有了 他没有了他固有的特权 应该有的调查特权 但是呢 亨特的案子需要他拥有调查特权 所以他就弄不下去了 他想去给亨特拜登 按照正常的罪名去定罪的时候 他发现他不能证明自己 就是明明知道是这样 他不证明自己 那就是卫斯就以这样的方式 以替亨特拜登免罪的方式 就把事情给较大了 但是在上星期五 加兰在记者会上 被记者追问的时候 痛斥卫斯 说卫斯拥有完全的权利 我赋予他完全的权利 所有你们对司法部的评价 都是对司法的攻击 都是对美国司法的攻击 对正义的攻击 对事实的攻击 对自由的攻击 那就他加兰的做法 加兰做法就有点把自己当成习近平了 在习近平控制的社会中 是这个说法 所以冲突就是这么冲突 那麦凯西就今天上午说 问题不在 不在这个举报人身上 麦凯西就提出说 问题在加兰身上 不在加兰跟卫斯身上 不在举报人身上 原因就是说 举报人没有政治背景 第一个 第二个 加兰跟卫斯讲法中间出现巨大差距 那卫斯作为特拉华州的检察官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声音 所以基本上的故事就这样 所以作为司法部 他说我有权想知道 有权想知道 对不起 作为众议员 我们有权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因为这一事情的本身太严重了 所以他严重的地方就是说 亨特拜登给叶简明的下符打电话要钱 这是一个十足的证据 那结果呢 特别这个这个 对有关亨特的罪行 却以免罪的方式处理 然后司法部呢 加兰非说 我是最正义的 我是正义的代表 所以这是不能 他不能接受了 这个事闹到这份上 我个人觉得也蛮可笑的 就是蛮可笑的 可笑到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司法系统 就是美国的法官系统 美国的司法系统 是如何在被道德缺陷的人 叫道德缺陷的人 如何被道德缺陷的人 充分利用了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 非常可笑的 就是这种可笑的程度 是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 就是要钱 这个借钱的 在臭骂 就是拿钱 拿走钱的人 在臭骂 往外借钱的人 一切这道理都是反的 对不对 跟我们看到的故事都是反的 很类似 它标志这个社会的衰落 整个道德基础的沦丧 跟社会的衰败的本身 我眼睛里 在我眼睛里 基本上能够看到这一面 英国的美日电讯 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非常长了 我们跟大家就是 做一个基本上的梗概 你想看的话呢 你就到英国的美日电讯 他通常报的是比较长的 麦凯西7月6号 开始弹劾 进行弹劾加兰 刑事调查 那有关刑事指控的问题 所以肯吉尔在2017年7月30号 那个电话上 那麦凯西说 如果举报人是真的 那加兰必须被残核 必须叫被残核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了 那这个故事来自于加兰 加兰本身 我想也就无处可逃了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种 是就是真相的披露 我愿意把它当成一种真相的披露 一种真相的过程 这种真相披露也好 过程也好 朋友们看到的故事呢 就是 其实 为什么这么难 天意不道 大家再有 怎么有本事 也没办法 那相生相克的 这种肩价结构的道理 会促使的事情 最终会有个结果 所以你很难说叫 我说句心里话 很难说叫正义伸张 很难说叫正义伸张呢 就是你的基点上 这事情 凡事都是有头有尾的 那如果说 有些事我看不到尾 是因为这可能背后更大 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你没有能力 就是背后的因素太大 你没有能力看到 那背后的因素 那你就觉得这事就这么回事 而人们为什么愿意坏 学坏 因为 我们保持善良呢 得不着好处 得不着好处 永远看不到好处 而得到恶的东西呢 当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既得力 现实力 那至于说报应呢 我等报应来再说 到时候我投降就完了 这是这样的思维过程 是人们背离善良的过程 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 是一个 会使人向恶 更容易 对不对 人们学坏容易 学好难 其实他表示着 我们生存的环境 空间 里面谈到 Harry Zhao 跟这个 跟那个 亨特拜登的 WhatsApp的那段 那段短信 然后呢 麦凯西呢 在周一的时候 就提到说 美国的检察官 魏斯必须到 众院出庭 众院司法委员会出庭 那他要交代 他调查的整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就 故事就不一样了 这是他今天早上 拿出来的短信 下面引述了 有关不同人的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作为一种答复说法 拿出来 那这段呢 是那个 WhatsApp那段短信 亨特拜登的 然后谈到说 7月6号 国税局的指控等等相关 我们看到 加兰跟魏斯 说法是不同的 那如果 举报人讲的是真的 我们必须对 司法部长进行 弹劾调查 举报人没有任何 政治背景 又有大量的笔记 这是很有趣的 在他笔记中 记述了日期 和当时的当事人 他说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也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的 然后谈到 他们之间的差异 也就是说 记录的档案的本身 同时把魏斯 跟加兰点炮 里面就谈到了 司法部内部的问题 然后谈到了 加兰对自己 维护的问题 就这段话 有人去选择 攻击司法部的诚信 声称我们不能 一同时 就是一叫什么 一世容忍 那这是对美国民主 乃至至关重要机构的攻击 你攻击我 就是攻击美国民主 加兰就 这是比较 比较 这是比较 相当邪恶的说法 说句心里话 你不是正义的代表 你不是 对吧 但他认为我就是 因为我是民选的 司法部长 所以在 在侮辱羞辱了 今天民主的一切 我们需要了解事实 我们麦凯锡说 魏斯必须到 司法委员会提供证据 我们想知道 哪一份是真的 所以大概基本是这样 参议员克鲁兹 参议员克鲁兹呢 是非常强调弹劾的 他认为呢 要弹劾拜登总统 弹劾司法部长 所以这是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故事 原因就是 我们手里什么都有 因为他都有证据了 那作为 众议员来讲 所有证据都有 然后人家还说 你不是民主 你们要进行不同 不等同对待 这个故事就 一下子都走绝户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你会看到有些人 很精明的人 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觉得很 就是很那个 是不是有病 我猜 没吃药 就是说 不合常理的做法 不合常理的做法 原因就是 所谓的常理 很多是科学论证的 对吧 而不合常理 是因为 我们看到是一种 生命的反应 就像拜登是 拜登讲的很多是真话 你说他是老年迟来 你说他是什么 你可以都可以解释 但我坚持认为 有某种力量 生命的力量 在控制着拜登 生命的力量 控制着拜登 既展现了今天 缺德之后的 美国民主 美国的民主社会的真实 又提醒着人们 还是应该向往真相 向往善良 真正能够落到真相跟善良 当落到真相跟善良的时候 你生命有了一种光明的未来 人说什么叫光明的未来 我没看着 那有种力量在玩弄着拜登总统 这就是一份光明 这是一份光明 原因就是 在人的环境中 我们什么东西都留下 对不对 时间留不下 什么都留不下 但是在你善良的那一面 你却把你一份真正的美好留下